这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看有老师还在外面 但是还很认真 还是要参与学习 这个精神可佳 当然学习不能着了像 打开书才是学习 打开视频才是学习 就有可能着了像 无时不刻 不是学处 佛门说 离一切像 不着像 你用觉性来看待一切人事物 都有我们的学处 变成五十三餐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打开书才是学习 那不是智的人怎么学 你看海贤老师上学得很好 他不是智能 六祖大师也不是智能 包含我们称为汉族 那刘邦也不怎么识字 他那个没有字的书 读了很多 所以他当皇帝还能开创一个朝代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读书着了像 甚至产生傲慢 我学历很高 学历高会不会变成一个执着点 你看六祖谈经里面 启发我们 有一个读书人 刚好在看神秀大师那一首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莫时惹尘埃 刚好六祖大师听到大家都在读诵这个记词 红忍大师说读诵这个记词不多恶道 大家都在读诵了 他在这个聪明 堆房聪明 也听到人家在念 你看他很老实 他都没有离开他的工作稿位 听了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去到那里了 看到一个读书人 我也有一记啊 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 你看这个读书人马上 你都不是字啊 写什么 六祖大师也是机会点 他说到下下人有上上自然 可能那个在路边扫地的 是很有智慧的人 你们以前小时候到庙口去 那个卖豆花的人很会讲故事吧 他学识很丰富 你们看天龙八部里面 谁是第一高手啊 扫地生喔 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喔 所以这个六祖提醒了 下下人有上上自 佛门 佛菩萨视线 在道场里面都是厨房啊 你看寒山石德 都在干这个苦活啊 都让人家瞧不起的 他可以滴的 这么趋下来 低处有道啊 上善落水啊 水往低处流啊 高处有险啊 所以 成德是特别感觉高处有险啊 这个一从事传统文化 就当领导了 very dangerous 很危险 你下错一个决策啊 这个因果啊 很大了 你用错一个人啊 可能一个团体 一个区域的法源呢 就受到很大的障碍了 所以领导人啊 不是你干很多活啊 每天累得要死啊 你功劳很大喔 领导人的权不在干活 在用人 所以跟大家讲过 高尔夫球的故事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三军统帅 艾森豪将军 他是下决策的人 他把四个人用队就好了 陆军海军空军总司令 再加一个参谋总长 所以我们当老师 当领导啊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偶 你不能说 我管理班级啊 这个论语 半部论语至天下 跟我没关系 三个人就叫重了呢 你要领重呢 你班级学生 少说也有十来个人吧 陈德当时代班 规定是三十五人啊 现在可能少子化 班级少一点啊 你在一个班级里面 你就好像一个国王一样 孩子为你马首是瞻啊 孟子有说啊 为仁者宜在高位啊 有仁慈心的人在高位 他能真正爱干部 爱人民 喜欢权力的人 喜欢控制的人 在高位就很麻烦了 这个控制的人很厉害哦 他对上对下 态度不一样哦 对上 毕恭毕敬 对下 遗止气死 可是当他真正握拳的时候 那 以前的领导的话 他不见得会听了 我们要以历史为借鉴啊 孟子说的 孟子说的 为仁者宜在高位 不仁者而在高位 不仁者而在高位 是拨其恶于众 众人都要遭殃了 那是你用人用错了 造成大众的损失了 造成大众的损失了 所以你用一个班长也要用对哦 不然你整个班级的氛围就不好了哦 所以当老师要不要知人善任 虽然领的重不是很大哦 但各种的道理是完全相通的 你在知人善任当中啊 无形当中也在教导自己的学生啊 父母老师啊 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 都在影响 你看一个当老师的人 有可能在学校里面 也有很多家长 上至高官 下至泛夫走厨的家长过来的 我们当老师的人展现礼敬诸佛 不管他什么社会地位 我们都很恭敬 这学生看在眼里啊 物产妇 物交瓶 物厌故 物喜心 所以弟子归每一句都寒色的身教 寒色的禁教 一个班级的氛围 一个学校的氛围 它是无形的 它确实存在啊 我记得我在班的时候啊 很巧我接的班呢 都有四大天王这种姻缘 我每天跟他们对招 使出浑身解数啊 其实挺不容易的啊 都要装着雨晒观惊 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其实都不求松啊 那学生有什么变化呢 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使出浑身解数 在应对每天的事啊 结果同事啊 他们是旁观者嘛 有时候就刚好在图书馆啊 或者在那里遇上了 你们班学生变了呢 我说有吗 有啊 你们班变得比较团结了 你们班变得比较会跟老师 跟长辈打招呼了 我们在学校里面 会遇到很多同事啊 你看带到操场排队了 沿路上遇到很多同事啊 我们很热情的跟同事打招呼 学生都看在眼里 所以不能着相说 站在讲台叫教书啊 应该是一举手一投足 都是道场喔 不能分别喔 不能着相喔 其实我们着了相啊 就不是真心了 上了台是一个样子 下了课了 回到家了 另外一个样子了 那教书就不是 不是恢复真心的一个道场啊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啊 我们求真实学问 就是为了恢复我们的真心了 我们迷失了自信了 所以现在遇圣教了 老话上说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了 我们开始用真心了 叫始觉了 开始觉悟了 我们本有如来智慧 跟孩子谈话 也是死觉啊 真心为孩子好啊 是不是也是在唤醒我们的真心呢 诸位同道 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在劝导孩子 劝劝劝 劝到你自己很感动流眼泪了 要感动别人以前 要感动别人以前 要先感动自己 要感动别人以前 我们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也妄想分别执着 不能振得 我们很容易起分别心 就执着了 你看分别 台上才是教学 这些分别 进一步就起执着了 打开书才是学习 又着在这个打开书才是学习 所以古人说 读万俊书 行万里路啊 所以六祖大师这些表法 是不是也在破我们的分别执着呢 我们要看懂 我们才有受用 佛的表演 祖师的表演 都很有生意 看懂了他们的加持 就到我们身上来了 感应了 你看下连居老居士 在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 很多有特异工人的人 看到下老的照片 这个人是透明的 结果下老 结果下老你看 修行很高 然后 当时候秘宗的 修行很高的上师 共嘎活佛 到了北京 让黄老去传话 只要下老 只要下老愿意 他这个秘宗的沉船 传给下老啊 这个都是大修行人 我们以前看电影的 大卡司 是吧 大手笔 以前什么 过年前 春节 热映 是作论发 还是刘德 现在我们要看懂 主师们的大戏 我们才懂得怎么效法他们 这个大戏 从什么时候开始演的 三千年前 佛 降生在尼泊尔 一佛出世 千佛有代 你看这个大戏 从三千年前 一直演到现在 每一代都在沉船 每一代都有高僧大德 在给我们表演 这些表演的人 都是入了法僧境界 都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啊 你看我们是多有福报的人 你把十三族的 教会一打开来 身心清凉啊 我们看 夏年老说了 我已经专修净土了 婉拒了这个好意了 看懂 看懂什么 末法时期 亿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啊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啊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一代高僧 广清老上 他学禅的 所以他在高雄 在高雄六规啊 他们建的是毗卢殿啊 清净法身毗卢之那佛啊 禅宗是一步登天啊 直接弃卢法身啊 不立文字啊 教外别传 见性成佛 可是他老人家入了境界了 见到人都是劝人家 老实念佛 这些高僧大者在表演什么 我们看懂了 死性他地啊 念这一句佛号了 就得大利益了 就得大利益了 好 那读万卷书啊 行万里路 都是在学习 都是在学习 好 那我们上一次啊 讲到 讲到 智不静 新鲜病 所以何处是道场啊 何处是 消归自性啊 比方说我念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突然有人 欸 王老师啊 可不可以 麻烦你签个名 炸炸炸炸 炸炸炸炸炸 好继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这个签名的时候 功夫就打断了 是吧 签的时候就着急了 甚至于 这些还没签以前 你看冤亲在主来了 我本来念得挺好的 又来干扰我了 欸 这个心呢 不是李敬诸佛 功夫打断了 我说我们为什么 功夫不能提升 进进退退 这个不间断是关键的 读书法有三道 心眼口信皆要专注啊 什么时候要专注啊 读书而已吗 专注要变成习惯啊 anytime anywhere 功夫才能成片啊 功夫成片不是念佛的时候功夫成片的 应该是真心要成片的 念佛是深深唤醒自己啊 做事也是唤醒自己啊 所以这个写字也是到场了 所以字不定 新鲜病了 诸位同照 我们这一个礼拜写字啊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比较工整 理事不二啊 上礼拜学的字不见新鲜病了 该潦草还是潦草 听说现在的越龙飞凤舞啊 越显出千名的special 你看现在书法 写的让人家看不懂 叫厉害 我觉得齿风不可掌啊 好 我还听说 那个讲课 讲的让人家听不懂嘛 才有水平 这叫胡说啦 真正有功夫的人是什么 深入浅出啊 他能应激说法啊 他能应激说法啊 气离又气激啊 你说老阿尚一生深入怀疑 那些教理都这么通达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看老阿尚二三十年前 讲的经 讲的比较深哦 大家可以翻一翻六组谈经 老阿尚讲过啊 那后来越讲 越浅白了 一部《无量寿经》讲多久 一千两百个小时 为什么 应激啊 你讲的太深了 众生听不懂了 现在有一批人 看到文言文就头痛了 他不熟悉啦 你在讲课的时候 纸约纸约太多了 他就发脏了 所以有一次2020年 2月底 我在马来西亚 刚好有一次在庭院 那个时候是新冠期间 室内还不能聚会 到了庭院 有一个女士 她说 我们听陈德法师讲课 只能听懂30%而已 我当时傻 太惭愧了 浪费他70%的时间 你弃理不弃机 叫闲言语 就浪费别人的时间 弃机不弃理 叫魔说法 你看畅销书 第一名第二名 谈的都是追求财色名利的 那可能不是正知正见 可是很多人看 为什么 相应 人的心急功近利 所以 从小让孩子形成正知正见 形成一种正能量 他遇到邪的东西 他不舒服了 当然 理有顿悟 这些地之规的教诲 这些教理 我们领会了 但事要见修 那修行靠个人 那我们 从写字 那你不能又执着 我写字的时候 专注工整一点 其他做事又很急躁 那又拙在 智不静心血病上面而已 应该是随时心都要定 古人就是在这些 习惯上 修这一颗 专注的心 戒定的功夫 所以之前跟大家讲过 欧阳修先生 问一个高僧 为什么 以前的人临终 无疾而终 很镇定 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 好像比较 索忙脚乱 这个是宋朝时候 问的话 可能我们现在 又不如宋朝了 这个高僧说了 古人 古人念念在静定 灵中安得乱 经人 念念在散乱 灵中安得定 所以 所以请问 我们走路跟往生 有没有关系 我们写字跟往生 有没有关系 我们讲话跟往生 有没有关系 你讲话都这么快 快这么急 这个心都是 慌张的 临终安得定 所以李老特别强调 这些生活习惯 都是为了培养 一心不乱 这个开示 这就很精辟了 能遇到这样的善知识的开示 都是我们很大的福报 现在 给我们讲这些大实话的 善知识不多了 现在维持道场 不容易 可能都讲好听话 给信众 怕他不来捐款 不来扶持 无欲则干 要有道 不要怕没有妙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你看这些都是在练 禁定的功夫了 界定的功夫了 列典集 有定处 独看必 还原处 排列经典图书 安放在固定的地方 因为不固定 我们临时要找 可能就找不到 尤其那种临时的感觉一来 我们的心更不定了 更不容易找到 其实我们修学的人 要培养一个态度 就是经一世长一致 有一次 没摆定位 找了老半天的经验 这不应该有第二次 不能让同样的情况 重复出现 所以这个我们要效法延回 不恶过 好 静一世 长一致了 好 长一致了 好 这个修行人呢 警觉性高 不要出现执着点 比方说 我们在摄影棚 一般 冷气就开一台 不过也不能执着开一台 假如今天刚好 进来摄影棚的人多 就可以再开另外一台 都不能出现执着点 所以东方的东西活的 不是被公示的 好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有点热 好 这个都要应对应对 好吧 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连开冷气都是佛法 你离向了 不执着了 都是佛法 你执着了 就生烦恼了 你有点生气了 就生烦恼了 到时候还骂人 功德全烧掉了 所以这个父母老师 任何时候不能动情绪 要教孩子 不要动情绪 有情绪了 先不要教孩子 甚至你有情绪了 不要去找人沟通事情 因为你带着情绪 沟通效果会很差 甚至会反效果 心平气和 不足 则能演 责能演 最近刚好接触一些大众 有一个妈妈 我一看她很瘦 这个额头 这里的血管都浮出来了 那个就是太累了 心脏都有附和了 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又要工作 又要当几个孩子的妈妈 先生刚好又没工作 哇 你看那个压力很大 结果呢 孩子呢 玩手机了 被老师没收了 结果 他就说了 这个事情 是我先生把手机拿给我孩子 这事应该是他去处理呢 怎么是我去处理呢 诸位忍者 他讲了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什么是理啊 心就是理啊 心跟真心相应的 才叫理啊 理体啊 家 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啊 家是包容的地方 所以啊 我们都希望家庭变好啊 怎么变 佛法讲的透彻啊 依抱随着正抱转 其实佛法很好用啊 你真的肯用一句 问题一定解决 我们虽然听了 三年五年 十年二十年的经啊 真正在 当前的家庭工作上 我们用不出一句来 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地方啊 而且听越多 越用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用啊 不立行 淡学稳 长浮华 浮华一长 更用不出来 听得理越多 越看别人错在哪 向外越强了 拉不回来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啊 家庭里面啊 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 跟团体有时候还 因缘还有差别 你所有家里的人 谁不愿意 家庭和乐 谁喜欢吵吵闹闹闹 你们目标是一致的 可是团体里面 有些人要磨自己的名利啊 那这个时候 这个历史当中 你看饭中烟 这些人就要出来 阻止啊 这样才能君子道长啊 小人才能道消啊 可是你家庭的缘不一样啊 家庭就是为 为了这个 幸福快乐的目标啊 所以家庭是 讲情意的地方啊 不是讲理啊 讲理就伤了情感啊 所以论语这一句啊 君子物本啊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解决啊 不能再织末了 本利而道生 看我的心才是根本 所以我跟这个女士说了 你刚刚讲的这段话 表面上听起来有道理 对啊 你送的手机 现在出了问题了 当然你要去解决的 是你造成的 可是这个念头里面呢 有要求 只要我们的念头有要求啊 我们的心就有贪 嗔 痴 慢 在里面 大家感受感受 我对先生错 这有慢的 贪就是有要求他了 一要求 称恨起来了 着相了 就愚痴了 所以观心为要啊 心是根本的 真的啊 我们没有回到这个根本上啊 我们现在在家庭团体的问题啊 就是数学讲的 无解 没法解决 而且只有越来越严重 身体有问题了 不治疗越来越严重啊 心理 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就见过 团体里面呢 彼此啊 彼此啊 有心结啊 鸡鸡鸡鸡鸡鸡鸡的十年了 我去做何世佬啊 掰不开呢 他们互相都很尊重我啊 我也是觉得 挺难的哦 所以 越早越好啊 不能拖啊 越拖 十节因缘 越不好啊 所以我提醒他呢 你这个 对他有要求 人 跟人的心呢 会互相交感 你有要求的心出来 他就要求你 你有情绪的 语言出现 你就调动他的情绪 一个巴掌拍不下 他又说了 他说 我跟他讲啊 你看 你在孩子面前 都没有父亲的威严 我说你这句话都带着情绪讲 他说对了 我是有情绪啊 一看在境界里面 都没有关照啊 我说你这句话 可不可以转个方式讲 先生 我希望 让孩子呢 发自内心的尊重你 这不是同样要表达的意思吗 可是听起来一不一样 很不一样啊 大家要了解啊 当一个人错的时候啊 他是 也要不好意思的 可是你这个时候是指责啊 他就恼羞成怒 出言要顺人心啊 当他错了 你不止一句指责都没有 心平气和 找他来商量来解决 解决的过程呢 你比他还努力 明明是他造成的 你解决比他还努力 他就不好意思了 当然了 你不能做的时候 我让你不好意思 让你不好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都要真心的 不是今天又被我一个公事回去套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这样最好 领会的东西不是使积应备的 触动心灵深处 你不容易忘 哎呀 事情真的是我错了 我们能有这个体会到 你人就不一样了 一切法从心想生了 我们现在的境界是自己的心想 现出来的 我最近接触几个家庭 我感觉同样的情况 就是大家都在指责谁错了 那真的是无解的题目了 所以古人留了两句话 各相择 天翻地覆 各自择 天清地凝 他反省了 不要说对方错了 我们还先反省自己 对方就感动了 家不是针对错的地方 成年人的善根 不是我们要求出来的 这一点真的要看懂 要看破 不然我们那种一直要说服别人 要求别人的惯性 真的 扶不住了 一遇到境界 这个惯性就现前了 我们是学圣教的人 圣教是内学 向内 我们一抱怨就是向外 所以我们不能讲外行话 你看老和尚说 最佩服孔老夫子 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话 行有不得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很有道理 因为万法因缘身 因在我们身上 清因缘 所有外在是属于我们的缘分 因在我们身上 我们身上有 死法界的种子都有 我们每天清静老和尚 我们佛的种子就掉出来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做佛 种子都掉出来了 我们就像接下来要讲 非圣书禀物事 我们都看一些 让心神散乱的 会燃起这些 五欲六成的 那 这也是我们自己去选择的 因为一个人要去接受什么因缘 那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那怎么还能怪别人 因是自己决定的 缘也是自己去接触的 所缘 你自己去接触的 无见 你接触一个好的缘 你又没有间断了 也是自己决定的 再来增上缘 逆增上缘 也是自己的心态决定的 忍辱先人遇到格力王 他也把他当真上缘 所以他快速提升了 也障碍不了他 所以佛门这个 清英缘 所缘缘 无见缘 真上缘 这个理给我们开得很透了 万法因缘生 要不要从小让孩子懂得观察因缘 这不用花很多时间 今天发考卷 哪个同学成绩好 铁定有他的因缘 分析给同学们看 你看同学 同学们 你看这个同学 人家都不玩手机呢 人家一有时间就看书了 把这个因缘果呈现出来 把这个因缘果呈现出来 都是机会点 万法因缘生 这句话在哪里 一个同学肚子痛了 也是因缘所生法 你看你平常 又吃泡面 又喝汽水 你看整个脸都是青春痘 都是毒素排出来了 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无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法 我们老师真的 把佛法融入了我们的身心了 把地主规融入我们身心了 那真的是可以 偷偷是到左右逢缘 信手拈来了 都要让孩子懂得 观察因缘 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不然他都是 折怪东折怪西的 养成找借口的习惯就很麻烦 好 这个排列经典读书 安放在固定的地方 那读完之后 要摆回 归还原处了 这一点老上也是给我们表演 有一次我们几位弟子去拜见师父上人 向师父上人请教问题 当我们来到上人的书房 也是会客厅 看到书房干净整洁 这个物品摆放有条不问 其实我们摆东西都摆正 会变成一种习惯 当你看到东西有歪 你会很自然去把它摆回来 可是我们已经习惯凌乱的时候 你就没这个绝躁了 结果师父上人在给大家开示指导的时候 讲到一本杂志 当下老人家在那么多抽屉当中 好多个抽屉 开了第二个抽屉 把这一本杂志拿了出来 当然这个弟子很难得 他在观察 所以学习 善思维 你不能老师教的东西你都不思维 学而不思则枉 就是枉然无所得 你都不去思维 过几天 老师教的东西都忘掉了 善观察 才能看到 师父上人怎么落实经教的 所以他看得很仔细 而且他不只看第二个抽屉 他还看尽抽屉里的状态 看到物品 放置井然有序 八十多岁高龄 要找什么样的东西 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这个就是定的 所以在哪里修禅定 在一切言动当中 在生活习惯当中修定了 这种在生活中养成的界定 所呈现出来的清净庄严 是我们晚辈 是我们晚辈要努力去效法的 这个学生就善观察 他在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只能看热闹 好 这个独看必还原处 好 这个虽有疾倦树其 有缺坏就不知 其实可能要马上去处理什么事 也要先收拾整理后 再离开 然后遇到书本有残缺损坏 应当立即补好 保持完整 我们刚刚讲到了 身体的问题要尽早处理 才好处理 同样的东西 比方说这个书 有损坏了 你给它脱脱脱 最后就很难补救了 你看一个袜子 它稍微破一点洞 很好处理了 结果脱脱脱脱脱 结果太大了 不好补了 这理都是相通的 我们闽南话说的 四肝不补 大肝就坎坏 这个都有押韵的 小洞不补 大洞就困难了 不只是补东西 处理事也是这样 人与人之间 有点小摩擦要去化解 你不能到冲突很大了 你不能到冲突很大了 就不好化解了 另外一位 我们马来西亚的护法 他就提到 他跟先生到新加坡 接老法师 这些护法都很恭敬 老人家要到马来西亚 他就亲自来接 这些护法师 当时大家准备要离开 黄老板酒店到吉隆坡 那个饭店佛拉玛 我去过 他们扶持牢上的理念 我参加过几次 宗教团结的 都是他们提供场地的 师父上人就在桌子上面 收起一些照片 我就上前去和师父说 师父我来做 师父说不用 我还是站在师父旁边 看着师父把照片 小心翼翼放进胶带里 然后包得整整齐齐 交给我 带回吉隆坡的京社区 当时心里想 师父在紧张的时刻 因为时间有点紧迫了 还把这么小的事情 做得一丝不苟 这个老阿藏表演的 虽有吉隆坡 这一句还是要养成习惯 那我们这一句还是要养成习惯 因为 因为 比方说我们不整理好了 放好了 刚好是重要文件 结果刚好风吹来了 散落一地 散落一地 刚好掉到水里面去 有没有可能 或者这是基药文件 事已密成 结果一散出来了 被人家看到了 这个叫有失职守 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靠谱 做事要靠谱 不然 会让人家提心吊肝 不只是胆肝都吊起来 好 所以做事很稳妥 老成持重 以前十八岁就可以做现场 那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好 那有缺坏就补之 你爱书 你恭敬书 书就爱你了 一分恭敬 得一分利益 而且 我呢 假如有贵宾来找我 我很喜欢送盖金布 因为 读到《金刚经》说 经典所在之处 极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经是佛母 哪一尊佛 不是因为学了经教 成佛的 所以《金刚经》讲的很有道理 经典所在之处就是有佛 我们要像弟子一样 像尊重佛菩萨一样的态度 来爱护这个经书 那当然不忍心 灰尘掉在书上面 有个盖金布 盖住 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金刚经》的义理了 理事不二 有心的人就想方法去做了 好 那刚好呢 人家送我这个盖金布 都是中国风 很典雅 都是秀的 看起来就让人家心旷神怡的那些 图画 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这个《非圣书》 秉悟是 必聪明 坏心智 悟自暴 悟自弃 圣与贤 可寻智 哦 这个《非圣书》 传颂 圣贤佛菩萨教诲的书籍 一概也要秉除 不要去读他 你看孔子都素而不作 幸而好苦 我们要了解 你看一本书 你还不能判断 他的是非善恶 还不能判断他有没有分别执着 你一看就受他影响 我有一个同学 我有一点小lucky 我是小时候不喜欢看书 后来遇到老和尚 把我敲醒了 比较主动看书了 都是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当时我到师范学院 教育学分 读了一年书 我们有一个同学 从小 爸爸妈妈不在 他就在书堆里面长大的 很喜欢看书 一看就是喜欢看书的气质 可是我每次跟他谈话 他也有很多问题问我 我都给他分析 给他一些答案 有一次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 我们是很好的同学 他叫着我的名字 李旭 我的脑子可不可以跟你的脑子换一下 他觉得我在思考问题很简单 当然简单了万法因缘生 不然你要怎么思考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但是因为我们思想很简单 我们就是一直吸收老上的教诲 用他老人家教的在思维 可是他看那么多书 每一本书作者的思想观念一不一样 你这边受他影响一点 你那边受他影响一点 你把他拼起来是什么状态 打架 这个时候是用他的还是用他的 自己矛盾 而且假如他不是彻底觉悟的人 他会掺杂他的分别之所进来 你看老和尚 我记得在餐桌上 有弟子谈到了 教育理论 人本主义学派 老和尚一听 不对 校本主义学派 你看老和尚 你看智慧多有大佑 平常清清静静的 一接触什么东西 马上就有智慧回应 没有智慧的人 他一听什么东西激动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流弊 我请教大家 人本 请问哪个人 哪个人 人本 我请问大家 你拿到一个照片 你们同学毕业照 洗出来了 五十个人 请问你先看谁 先看我们老师 是吧 我们很习惯了 我们在六道轮回 转啊转啊 就是这个我直 最强啊 跳不出去 六道轮回就从我直来的 你看老像智慧洞察 你一个词出来 众生会产生什么心态 防止众生起心动念 校本不一样 想父母啊 不自私啊 想了父母了 到学校去 每个同学都有父母啊 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 教以涕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凶者也 他尊敬父母凶姐 他很自然的 看到别人的父母凶姐 他那个恭敬心 就起来了 人家父母也不容易啊 哥哥姐姐 都照顾弟弟妹妹啊 他自然就恭敬了 我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过来的 随顺人性的教育啊 那是要通达人性的人 才能讲出这些教诲来啊 你看古代 你不是圣人的智慧 你是皇帝啊 你都不可以自体作乐啊 古人考虑事情是这样考虑的 你有圣人的智慧 你不是在天子位 你也不能自体作乐啊 这因缘都要具足才行啊 不然就有流弊了 好 这个因为 这个书里面 不正当的事理 会蒙蔽我们的聪明智慧 而且会败坏我们的 纯正的心智 本来你看都很有志向了 看了不好的书了 游戏了 玩物上智了 孩子都还没有定性 所以要护好他了 不要说他污染 我现在看家长都是 指责孩子 不要看手机 不要看手机 要注意哦 我们看不看啊 我有见过哦 手机在前面 孩子不碰 为什么 他的父母 只把他用来办公事 办事用的 不是拿来玩的 他家庭里面 就不是这样的氛围了 你说家长都变低头煮了 你让孩子不玩 我看不容易了 他每天就是这种氛围在熏染 那这个 我们要护孩子 一定要先护自己 自爱 才能爱人 大家慢慢去体会这一点 我们是用我们的明明德 去清明 今天我们当父母老师的 察觉不到自己有偏心 我们能爱得了孩子吗 爱得了学生们 我们偏心了 我们就不是用真心了 我们就不自爱了 物自暴 物自弃 什么叫自暴 我们不要听到自暴自弃 就是 喝酒 放纵自己 那个是更严重的 孟子告诉我们 言非礼意 为之自暴 我们言谈不符合礼意 就是自暴了 我们自己没有行在 仁义当中 就是自弃了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你看我们进佛门 第一是三归一 归一 自性 决正境 我们的一言一行 跟仁义 跟自性 不相应了 我们再糟蹋自己 自暴自弃 大学里面有讲 好额自其恶 物额自其美者 天下嫌疑 人都有过去生的姻缘 你当父母的 孩子跟你 也有不同的缘 他过去跟你缘比较好 你能不能看到他的问题 他过去跟你缘 稍微没有那么理想 你能不能看到他的优点 我们心有偏看得到了 在自爱 摆正了才能爱人 当老师也是一样 有一些学生 跟你过去生缘很好 你就特别宠爱他 他就嗜宠而交 你不自爱 也没爱他 害了他 我们要爱自己 那就不能让自己受污染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当父母老师 能不能做到 不让自己受污染 做到了才能护孩子 不受污染 老师 老师 在2008年 10月3号提到了 我大概40多年 应该有45年以上 没有看过报纸 也没有看过电视 这些新闻杂志 这些新闻杂志我都不看 所以许多讯息我都不知道 我过的是太平盛世的日子 我们想不想过太平盛世的日子 心里很平静 现在共业很强 共业中可以有别业 那还是我们控制的 偶尔也有同学 从报纸杂志上 剪一些信息给我看 我才知道一点 那这个可能就是攸关 国家 攸关世界的这些新闻 其实这种大新闻 你不看你都知道 可能就会有人告诉你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 世尊在三千年前就看到了 而且看得很清楚 了如执掌 就是这个 《无量寿经》第35评 着势恶苦 五二五通五梢 九后转聚 所以我们真正学佛的同学 每一天受到佛菩萨的教诲 佛法的熏陶 对于这些事情 应该不受干扰 所以佛法里面说 心静则国土静 心平则天下平 心安则众生安 这个班级就是我们的天下 老师的心很安定 学生的心就跟着安定 大臣教里头 佛是苦口婆心 无数次的叮铃教诲 一切法从心响身 静随心转 这些经句 我们每个人听得都耳熟了 用这些方法 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外面再怎么染污 我们还是可以做主宰的 他外面再染污 我不接触 我就不受他的染污了 不能把责任推给境界 好 那这里谈到看书了 刚好有一位张学长 他有问到 他在补习班任教 国小安清班 习惯去图书馆 借书给孩子们阅读 他带的班是 小四升小五 去图书馆 挑书给孩子看 这把关 这些书 正知正见的 让孩子们做复习进度之余 得以把心静下来看书 我们父母老师的用心 孩子都能感受到 而且都是见缝插针 你得先顾现实 他得把他的功课做完 不然你功课没做完 你就让他背经什么的 到时候父母提出抗议了 就遗憾了 要顺势而为 不能操之过急 不久之前 某间出版社出版一本 由日本人所写所绘制 台湾人所翻译的绘本 小孩子很喜欢看绘本 有图又有字 地域图鉴 结果无意中看到 想说给孩子们重重善根 没想到这本书 让好几个孩子们 问我问题 看了之后问的问题 比如说 到地域去 可以交朋友吗 你看小朋友问的问题 special 你当老师也不能备标准答案 他们问的问题 什么类型都都有 你要通出法性 那个意理你要掌握住 答众身相 他们问的这些问题 你要应他们的机 但是你站在孩子的角度 这些问题 问的挺对的 他们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还有吃牛肉会下地狱吗 因为书上好像有写到这一点 自杀的人会下地狱吗 法师曾说 十节因缘很重要 要把握 因为墨学待的地方是补习班 上级长官曾经口读警告 不要随便乱说 你这一句比较抽象 什么叫随便乱说 因为长官有吃牛肉 他吃牛肉的不少 所以墨学口才普通 担心说法不够圆融 你不要先担心 佛菩萨加持 你就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 可能你就变才越来越好 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孩子们的疑问 我放在心上 这老师很有责任感 孩子问的问题 他都认真对待 于是去附近的庙宇 请了江一子老师的书和玉立宝钞 两本书 做白话笔记给有缘的孩子们看 这样做是否如法 恳请法师 开解 如何去做才能真正帮助 这群未来佛 教因果 绝对如法 而且刻不容缓 老婆上强调 伦理道德教育 使人此于作恶 因果教育 使人不敢作恶 我们感觉 要让人此于作恶 要多久的时间 让人不敢作恶 如果可能一两个故事 他一听 他净卫星就起来了 你五逆父母 果报是天打雷劈 古今中外 都有这个故事 我们接下来要上太上感应篇 所以老婆上讲 要把因果教育 摆第一位 但是毕竟你是在人家的单位服务 他假如没有跟你说 不能讲因果 那你还是可以讲 而且你可以跟领导沟通 现在的孩子假如不懂因果 他肆无忌惮 什么事都敢干 从事教育工作 应该都有利益学生的心 当然 你首先 要称赞如来 你说 这个老板 补习班的老板 你看你现在 这么有财富 就是你很慷慨 你种了这个因 得这个果 财富师得财富 你也用因果 赞叹赞叹他 你假如怕 太宗教的味道 那你可以避开 因为有时候学校 特别忌讳你传教 我们做什么事 也要审时多事 用什么讲 用儒家来讲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这个还可以举历史 的故事 一般讲儒家 他不会当宗教 第二 你看上书讲 做善 降之百祥 做不善 降之百秧 我们都以 对方能接受的 去谈 有一句俗话叫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你不要去 触碰他的静忌就好 你假如有不同宗教的 有时候你常常用佛教的词 有可能 刚好 其他宗教的家长 他可能就不欢喜 好 那这个小朋友 问的问题 到地狱去 可以交朋友吗 好 我是想到 怎么这么给他解说 我说同学 你有没有 发烧到三十九度 四十度的经验 小朋友可能说 有啊 有啊 那时候难不能受 很难受啊 饭都吃不下了 是吧 我说你那个时候 脑子里会不会冒出来 我想交朋友 我看不会吧 你痛苦的要命了 你怎么还想交朋友 你只想着了 哎呀 哎呀 快点退烧吧 哎呀 赶快不要让我这么痛苦吧 因为三恶道啊 是受报的地方 尤其地狱 他的痛苦啊 在无间地狱啊 没有间断啊 苦到哦 阿罗汉哦 他修行啊 能够看到他前五百事 光是想到 他以前到地狱的情况 他不是去受哦 他只是想而已啊 流血汗 所以不能造地狱业哦 你造了那个阴啊 你就要去受报了 不能造我 好 这个是提到交朋友的问题 第二呢 这个吃牛肉啊 会不会下地狱 你老板是吃牛肉的 不要那么敏感 你就跟孩子说啊 你看那个牛啊 你拿树枝搓它 它痛不痛 那你拿 人家拿树枝搓你 痛不痛 所以它只是形体 跟我不一样啊 它同样都有知觉啊 连蚂蚁都有知觉啊 更何况是牛啊 它们都是有灵魂的生命啊 好 今天你割他的肉 他会不会说 要多少 给你多少 人家现在割你肉 你会怎么样 你会跟他拼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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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跟你拼命啊 可是他很痛啊 他会记恨哦 他记恨 假如下一辈子哦 突然转变 变成你身边的人 你看他会怎么样 他要报仇啊 所以同学 你有没有看到 哇 现在世间的人 怎么 亲戚朋友 互相伤害 那个是结果啊 原因就是前世 有种下这个恶因 所以大家知不知道战争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吃肉啊 你吃他肉 他很生气啊 找机会报复了 太多人吃太多肉了 最后就造成战争了 欲知世上高兵节 但听徒门夜半山 所以今天你很仁慈啊 你都不伤害众生啊 你在战场当中啊 子弹会转弯啊 打不死你哦 这个我是有电影证明的 美国一个士兵啊 他到韩国战场 面对日军啊 他很仁慈啊 他本来要逃离了 看到那么多战友啊 他不忍心 又跑回来 好像背了六十几个人 哇 人家都枪林弹雨啊 他背了六十几个人 都没有被打到 他没有照那个阴啊 他不受那个鼓报啊 所以这个是 其实让你没有说 你没有说吃牛肉下地狱 这句话没说 我们是引导孩子 你去感觉感觉 动物的 他有灵芝啊 你可能吃他半斤 还他八两 自杀的人会不会下地狱呢 你可以引导这个孩子 每个人自杀的状态 也不一样 有些人 人家要侮辱他 他守洁 他自静 那个不会是堕地狱 那个是有正气 你看我们出家人的衣服 这里都有两个袋子 这是绑借刀的 这是有典故的 有一个沙弥 可能还没二十岁 都有借刀啊 有女子要逼他就范 他不愿意破戒 他自静 你看 林肯守戒而死 他都不犯戒 因为在人家家里 人家势力大了 那这个升天 甚至于更殊胜都有 但是假如 不是这样 都没考虑父母了 然后就闹脾气了 甚至于现在更严重的 威胁父母 父母把他的手机拿走了 他就威胁父母 我跳楼 还有真跳楼 那你看他那个心的状况 威胁父母啊 那他这个就要躲地狱了 所以人躲哪里啊 是他的心决定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 极乐世界是自己的心想生 地狱也是自己的心想生 你看我们透过孩子的一个问题啊 你也可以用他能理解的语言 告诉孩子 贪心多恶鬼 称恨心多地狱 愚痴多促神 你看他促身都没有羞耻心了 他就愚痴了 这些部分了 当然促身也有他 有时候他的善根出来 羔羊贵乳啊 乌鸦反哺 那这个问题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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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